好,我们继续看 所以他这里就跟着你讲 说色是无常嘛 这个就牵着到前面的如实之 就是你要如其真实事实地看待世间的一切现象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现象 那么我们说再进一步 就是看到你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难题 你都要如其事实地去看待 那么接下来就告诉你 无常就是变化 好,是不是世间的一切 从身心开始讲 叫身心之外的一切世界 是不是都会变化 是的,会变化 好,那底下这句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那会变化是不是就是会苦 那我们说无常就一定会苦吗 不是 是因为执着无常才苦 如果你不执着无常就不苦 因为你执着无常才苦 佛陀的生命也无常啊 佛陀的身心也无常啊 他会苦吗 他不苦 舍利弗目见脸的身心也无常啊 他会苦吗 他不苦 所以无常故苦 这个是针对世间的人说的 因为无常就会导致你痛苦 那佛陀有讲过一句话 无常还要看情况 他说 他问这些弟子 你看这个 这个奇眼镜色的树 树叶掉下来了 被人家捡走了 你会不会苦 你不会苦啊 因为你不执着那个树啊 春天长满了树叶 秋天开始掉 冬天掉到快没有了 不是无常吗 是常还是无常 无常 苦不苦 不苦 为什么 那个树叶掉下来 跟我就没关系啊 它本来就会掉 如果掉的是你的头发呢 那就不是哦 对不对 如果你非常暧昧的 那就不是哦 那这个东西 所以它基本上 无常故苦是 就你执取的 所以我们说 一切痛苦的根源在执取 执取一切的现象 应该这样 不应该要那样 执取你应该要对我这样 不应该对我这样 执取 执取这个国家应该这样 不应该那样 社会应该这样 不要这样 那它不能如你的愿 所以痛苦来自于 你期待产生的落差 那么期待本身是一种执着 那你执着的越深 你的落差就越大 它越 因为不可能 有可能实践里面 有两件符合你的期待 那其他都没有符合嘛 那就算符合你的期待 那么它不会一直符合你的期待 就好像小孩很孝顺 它不会一直那么孝顺 那么是 对不对 小孩很健康 它不会一直那么健康 父母很健在 它不会一直健在 包括你自己的身体都是这样 那所以这种 这种执着性是与生俱来的 那我们叫做我执嘛 好 所以它在这里告诉你 若无常是苦言 达言是苦 那么就一世间的人来讲 无常就会导致痛苦 但是对多文圣弟子来讲 无常不一定会导致痛苦 无常并不会产生苦受 那么舍利佛言 若设无常苦者是变异化 其实这是变化 它就是会变化 那圣弟子凝于中 见色是我亦我相在 这个就回到 这是我们这个三十六经里面说的 后面都是就一样了 这个就一样 那苏儒呢 那就是你 你既然知道是一切无常 因为它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就是说 你要回到问题的根本就是 有苦 有执着有苦 那苦是来自于执着 执着的根源是 对我的执着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它从这里告诉你 那么你不要执着这个我 不管是色受想行事 那各种行事的我 那么是我 亦我相占 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那这个身心之外有一个我 还是身心就是我 这个身心就是我 色就是色受想行事的 那你都要合起来看 色受身心就是我 身心之外有一个我 或是我在身心中 身心在我中 就是五蕴 那所以 所以它这里后面是一样的 就是色受想行事是场 无场 跟前面一样 那再进一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 它说 苏鲁那 当之色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内若外若出若夕若好若丑若远若近 就是除了 从原则上跟你讲 这个五蕴 五蕴的直取 是一个痛苦的根源 它其实是在说这件事 对于身心的直取 是痛苦的根源 那怎么样不直取呢 第一个就是不但看它在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多数是不是你能控制的 随着因缘 随着业力 不断在变化 时间到了就会变化 它不会如你所执着的那样 如果可以 那每一个人都要永远年轻美丽 但是没有不可能 那这个你除了从这一点去看 色色响形式不断在变化 还可以从色色响形式的 各种角度上去看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内若外若好若丑若出若西若远若近 当然你可不可以再从其他角度 应该是还有 但是就是从这五组十一法里面 大概就是当时从各种角度去看待这个身心 这个生命的现象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那生命不断地在运作 不断地在变化 那么问题是 它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地产生新的苦 旧的苦没有解决新的苦又现全 就这样 那么各种苦的交间形成我们生命的现象 就是苦 所以才会讲世间是苦 世间就是五印身心 其实五印身心所在的这个世界 所以导致于我们有一些问题 生命中的有一些问题 而且这些会就好像这个病一样 一直待在身上 那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已经产生的没办法护原 但是未来还没产生的可以制止 所以现在已经有的生命 那种苦只能够 它只能做到生苦心不苦 那么生苦的部分可以减轻 因为你越执着 你那个痛就越深 苦就越重 你不执着也有苦 但是这种苦没有那么深 那么心里面完全没有苦 那就是身体一定要有苦受 会痒一样会痒 但是你心里面不会苦 只能做到这样子 但是未来的苦肯定没有 身心都没有苦 就是做到这种事 所以从各种角度 这种各种角度就是我们说的 过去现在未来 另外好走出世远近 去观察 这个无印身心的实在性 那么从这个地方 一点一点去掉你的执着 从各个角度 那么去观察 那么去掉你对这个身心的执着 因为我们说 如果仔细说起来 无常并不会导致痛苦 是因为执着 那么才导致痛苦 那么因为你有执着 可是无常就是 它不会依着你的执着 它一定会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都不是顺着你想要的变化 它不是随你的心愿在变化 它是随着因缘 随着业力在变化 所以这一点 人从这里产生痛苦 那这个就是跟二十六经讲的是一样的 三十六经 后面这一部分 三十六经讲的是一样的 那所以他就讲 那么如果你能够知道 在五运之外 除了 除了根本上的 不会在五运中 见色 是我 亦我相在 更 更细部的 去观察 这个五运当中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 若外 若好 若丑 若出 若西 若远 若近 都是无我的 那这样 你能够如实之 从细部上 就可以知道 真的 是不是我不亦 我不相在 那你就能够如实之 如实之的话 你那个我之 那么 最少 你那个分别我之 透过 透过学习 分别而来的我之 至少会去掉 那这一部分去掉 就是断生见 虽然还有 深细的 聚生我见 但决定可以断 那个时候 虽然还有苦 虽然还有烦恼 但 不足为患 就好像 你那个病 医好了 那个病毒消灭了 但是因为病毒 产生的 产生的副作用 或是产生的 这一些症状 还没消失 但肯定会消失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 若如那 圣地子 与色受想行 事 这个事其实就是 前面的色受想行 是一样 那么 生厌离欲解脱 就解脱生老病死 幽被劳苦 重点在苦 那苦的根源 在执着五蕴 执着 我们可以这么讲 重点在苦 要解决这个苦 苦的根源在执着 执着的根本 在执着五蕴身心 那么 才从执着五蕴身心之外 要一切的境界 让自己的身心不苦 其实是这样 那这样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要从去掉自己 对身心的执着做起 那这个就是要从 各个层面去观察 这个身心到底都是怎么运作的 它都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再看三十八经 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 看起来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在王舍城 那都是在灵鸠山 都是舍利弗跟苏鲁那 但是这三经的差别就是 三十七经多了一个苦极灭道四地 三十八经一样 但是它讲的是 一样是苦极灭道 但是它说的是苦极灭 未幻灵 那后面的大概就一样 三十七经是苦极灭道 苦极 这个早上我们有说 灭道 那这个苦就是五蕴 它五蕴就是以色 受想寻师来说 就是色极色灭 色灭之道 那再从这个色受想形式里面 然后如实之再从这里面 了解到 那么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 那细部的来讲 就是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内外豪丑出息远近 内外出息豪丑远近 没关系 内外豪丑出息远近 这样去观察 五主 五主 十一种 那么这五蕴 从色 这三的根本 不是我不亦我 那细部的观察 然后知道 先知道这个 然后再从细部的观察 然后反复来证明 是这个东西 不是我不亦不相在 然后从这个 然后了解一切的因缘 然后三十八经 三十八经是在这个地方 色己色灭之道 未幻灵 这个道 未幻灵 那一般我们收到的 就是八正道 或是三十七道品 或是戒定会 那这里说的一个程序 简单的讲 就是未幻灵 一般来讲 那另外一个叫做 燕离欲灭境 像三十七经 最后面就讲 燕离欲灭境 那这里是讲 苦疾灭 未幻灵 这个也是常 这个安安静的常用 常用句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三十七经 这个是三十八经 苦疾灭到未幻灵 但是他的说法就是 色己色灭之道 好 那我们来看三十八经 我们先从整体的来看 然后再细部来看 好 那说有一天 在王舍城 舍利佛在 佛在王舍城 那舍利佛在灵鳩山 那这个苏鲁纳 就到灵鳩山 去找舍利佛 这个舍利佛 就跟苏鲁纳说 三十七三十八 都是舍利佛 主动跟苏鲁纳讲 三十六经是 苏鲁纳去问舍利佛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同一部经 还是苏鲁纳总共有三天去找的舍利佛 他们也有可能 好 但是他这里讲 他说 舍利佛告诉苏鲁纳 苏鲁纳佛罗门 于舍不如时之 舍己不如时之 舍灭不如时之 舍未不如时之 舍患不如时之 所以这个就是 跟前面比较起来 就是苦及灭 未患离 那一样都是不如时之 他就不能超越什么 不能超越舍 所谓的不能超越舍 要接着下面看 受想行事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阿含经的常用句 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你 你不能超越舍受想行事 就是不能超越对五蕴的直取 你不能超越对五蕴的直取 你就不能超越苦 因直取五蕴而带来的痛苦 其实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不能离苦 要不然你只是说 不能超越舍有什么意义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不能超越这样的直取 就是不能脱离 因为你有直取就有束缚 那就会产生苦 你就不能脱离这个苦的束缚 业的束缚 烦恼的束缚 它就是获业苦 若撒门婆罗门 与受想行事不如是之 受想行事急不如是之 灭不如是之 就是受受想行事 前面的省略 后面的就是事 事事急事灭事卫 事患事离 就未患离 未患离我们说过 它是一个 就是简单的一道解脱程序 那它是 就这个解脱 就是从烦恼到解脱 一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畏 畏就是直取 畏就是畏卓 畏卓就是直取 那直取就会带来痛苦 就是贪 就直取 直取 你要直取就会带来问题 问题在直取 畏卓 贪爱 我们叫贪爱 那么这种贪爱直取 它就会造成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过患 直取的过患 或是这种贪爱的过患 那直取过患 而能远离 就是对于这样的直取 产生的过患 你要好好的看清楚 那知道了之后 那么你要远离 或是要想办法远离 就好像你加入黑道 看起来有利可图 别人不敢欺负你 那可是你要好好思维 你这个 你这个跟烦恼结盟 跟这个我爱结盟 跟这个我子结盟 就像加入黑道一样 你就受它控制 那么你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但实际上它有过患 那么你要想办法远离 那么远离 所谓是未患 要先想到它的过患 你才会远离 那么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那远离要有方法 那这个就是八正道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道 是从未患离 色疾色灭 色就代表苦 五蕴 五蕴 我们说过 它是纯大苦蕴俱疾 所以代表苦 苦疾灭 道 这个道 要有这个方法 你要运用方法 你首先 要能够有出离心 就是要能够灭这个苦的心 那个就是要有未患离 你要灭苦 你要先知道 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痛苦 它有过患 它有什么样的过患 你要深知 那么你才能够迅速的远离 那么它的这个说法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是跟这个三十七经最大的差别是 它那个道色灭道基 那用未患离来说明 其实是这样 所以后面的都一样 后面的都一样 那我们就 那也可以 也可以 其实一样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 所以它讲 它是 未患离不如实之 使沙门婆罗门不堪能超越 是 就是色作想情事 若沙门婆罗门 一色 色其色灭 色未色患色离 如实之 就反过来讲 那是沙门婆罗门堪能超越色 色 色想行事 就是 若沙门婆罗门 一样 色想行事 能如实之 就能超越这个色色想行事 苏如那 于奴于因何 色为常为无常 那么 之所以不能超越是因为直取 之所以直取是因为不知道它不是真实的 你把鱼眼睛当成珍珠 那给你看清楚 这个不是珍珠 这个是鱼眼睛 你就会丢掉了 那你拿到的钞票是假钞 你就会丢掉了 那所以基本上它告诉 让你看清楚 它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有价值 那么真实 那么值得珍藏 就是你会执着 所以它告诉你 它不断在变化 一下子就变得不是你所想要的 那色为常为无常 答应无常 无常者是苦吗 是苦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苏如那若色无常苦 那么它就是变异化 它是不断在变化的 随着因缘在变化的 而且这个因缘 并不是你完全可以决定的 那么圣地子 与中宁有是我亦我相在 那这个要讲圣地子 就是真正 真正见法的人 他是不会见到有我的 那么如果你还执着 是我亦我相在 那么你就不是圣地子 你是佛地子 但不是佛的圣地子 其实这样 答言不言 因为凡圣的差别 就在于见我跟见无我 见四地跟不见四地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苏如那云无亦云合 如是受讲形式为常 为常为无常 一样这个受受讲形式 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说 那么你能够在受受讲形式里面 那么看到是我亦我相在吗 当然不能 那除了从这个是我亦我相在去看 再从这个我的不同层面去看 这个四受想形式里面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细 若好若丑若圆若近 那么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他都是怎么样 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 如果你能够这样真实的理解 那个就是如其事实 如其真实而知 我们叫做如实之 那有时候会多讲一个叫做 如实知如实见 那所以你如果如实知 知的就是什么 知的就是实相 就是诸法实相 那么若如那受讲形式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念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 彼一切是 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 是明如实之 若如那圣地子于此 无受因 那正观 就如实正观 我们要讲如实正观 那么非我 非我所 如是正观于之事件 无所射受 无所射受者 则无所走 重点就在执着 你不执取 你不懒着 不执着 不爱懒 不执着 无所走者 只要你一切把无所走 无我无所走 不执着 这个我 那么你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解脱 因为所有的苦都是从 我见我爱来 那么当你对这个我的执着 没有的时候 所有的苦就都不见了 所以就一定会得涅槃 涅槃就是没有苦的境界 没有苦的境界来自于 没有我的境界 那么因为有我就有苦 那么无我就无苦 所以其实是这样 那么无所走者 我自得涅槃 涅槃就有涅槃的之见 有时候叫做解脱 解脱之见 那这里是自得涅槃 或是你就得解脱 解脱之见 我身以敬 犯愿于利所作于座 自知不受厚有 就是自知自见 那么这个时候 苏儒呢 闻到舍利佛所说 欢喜勇业 坐而里而去 好 那这里并没有讲到 苏儒呢 是不是听了之后 那么得解脱 并没有 他只是讲到 他听了之后 欢喜 但是这个三十六经 有讲到苏儒呢 听了之后 那么得什么 得出国 于正法中得无所谓 那这是不一样的 三十六经甚至说 这个时候苏儒呢 才刚归一三宝而已 这个长者子 好 二十一 那因为二十一 后来有出家 但是我们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跟他后来出家的 然后得解脱的不符合 所以有可能是同一个 有可能不是 好 那来看三十九经 三六三七三八 他其实 我们这样看 应该是同一部经 同一部经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三次去找舍利佛 舍利佛三次跟他讲 同父从父的话 那是不太可能 每次来都 苏儒那 涉事长 苏无常 不太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这个应该是同一部经 那同一部经里面 因为 有五百个阿罗汉 其中有三个人 或几个人 记忆的不太一样 所以就同案并练 这个也是阿罕经的 这个常用的 就是说 那么尊重每一个 来参加会议的人 那么你是这样记 你是这样记 你是这样记 我们也不好说 这个记对 这个记不对 这个记多 这个记少 但是这些阿罗汉 他的智慧一定不会有错 他说他的记忆 可能记多记少 那是有的 所以就同案并练 因为无法 好 那来看三十九经 三十九经就 不是这个苏儒那 是摩赫居赤罗 那一般来讲 摩赫居赤罗 是舍利佛的舅舅 就是他妈妈的哥哥 那这是佛教界 就是流传着这个 摩赫居赤罗 叫做长爪犯字 那么年轻就非常有名 在王舍城里面 辩论 就是没有敌手 就是 很少人变得过他 那么 他就自觉很厉害 那么有一天 他跟他姐姐辩论 或说 有的时候他是他妹妹 有的时候他姐姐 我们就说他姐姐好了 那 跟他姐姐辩论 那这个 竟然辩出他姐姐 他就讲 我姐姐不可能 这几天 突然这么突分门进 这么聪明啊 那一定不是我姐姐的原因 是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因为他自从怀了舍利佛之后 他姐姐就能眼上变 变得非常聪明 导致 他的弟弟变不过他了 那就讲 绝对不是我姐姐的因素 一定是他肚子里面的因素 这个小 这个小孩子 竟然还在肚子里面 就这么有能力 所以都说 那 因为你要知道 印度人辩论 很重这个名声的 所以你看那个 这个印度人辩论 都读很大 读很大就是说 那 这个 如果辩书 他基本上都三件 一个就是 头要砍下来 第二个就是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不能再出现在 我的视线范围 第三个就是 你要舍弃你原来所学的 来做我的徒弟 这三个上起来都读很大 你就消失在这个世间 要不是你就消失在这个社会 要不是你就舍弃掉你原来所学的 因为你变不过我 所以明显你所学的不对 你要来跟我学做我的徒弟 都很大 那个玄奘去印度也是变的 也是变的 没有人变得过他 所以他叫大圣天 那么印度人喜欢变的 而且很重视这个名声 就好像武功的人到处要找人比武 要得天下地义一样 一样有那种执着 那他就觉得 这个 他这个小外甥 在肚子里面就这么厉害了 那以后长大了 肚子里面我都变不过他了 长大了还得了 那我这个外 我这个舅舅学那么久 学了几十年 变不过一个还没学的小孩子 或是刚学不久的小孩子 那我不是很没面子 所以他就想不行 我一定要趁他 他还没长大之前 赶快去学 学回来变迎他 结果学了很久 你非常用功 为了要变迎他这个小外甥 非常用功 用功到连头发连指甲都没得剪 就叫做长爪泛制 指甲 他是有忙到这个样子 剪个指甲又不用三分钟 我这里面在想 那一般你要剪指甲 也要指甲剪 那有些是这样 你看佛陀在用功的时候 头发没有在理的 长到那个头发 非常乱 那个鸟都在上面煮草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真的有这样子的 你看虚昂和尚有没有 虚昂和尚也是啊 没有洗澡 头发很乱 用功出来的时候 不管这些 结果遇到一个法师 你这个像是外道 所以他才去把头发剃掉 他是真的很用功 用功到没时间 那我们如果是头发长 那不是用功 那是懒惰 不想 没有用功到这个样子 有时候常常理头发 也是 也是有一点点难 但是 如果你理头发习惯 长一点 你会很厚 没有理很难过 没有理很难过 会这样 就习惯 那好 这个是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魔后居次罗 好 那尊者魔后居次罗 在奇舍绝山 就是舍利弗跟魔后居次罗 两个都在灵鳩山 那这个尊者居次罗 不时从禅起 那么一尊者舍利弗所 共相问训 那常常在阿岸经里面 看到不时从禅起 可见他们下午都是在打坐 下午都在打坐 坐到大概四点五点 大概是这样 你不时大概就四五点 那共相问训 种种相愉悦 问训之后 种种问好 最近好吗 怎样怎样 就大概这样 寒暄了 却作一面 时尊者魔后居次罗 与舍利弗 你看 这个舍利弗是智慧第一 应该魔后居次罗 如果到灵鳩山 如果这个时候应该是 因为魔后居次罗 后来证 证过 那不晓得是什么时候证的 但是应该 也是很早期就证了 很早期就证了 那这个时候没有讲他 有没有证 如果照他所问的方法来看 应该是还没有证 那因为 因为如果是的话 他应该不会这么问 我们看了 但是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这样来 揣测而已 好 我们看 他说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能够帮我 帮我说明一下 因为舍利弗 佛是在王舍城 但是舍利弗是在灵鳩山 所以舍利弗也不一定都在佛身边 没有 所以我们看 他说 这个舍利弗就说 随你所问 人就是你 因为奴家比起王用人 因为奴家叫做忍者 因为他强调的就是人道 那修人道的人 叫做忍者 就是忍者 所以忍就是你 那么随人所问 知者当所 你的舍利弗也很客气 他说 如果我知道我就跟你讲 其实也很少他不知道的 有没有他不知道的 应该也有 因为只有佛才是完全知道 他也有所不知的 但是大部分他都会知道 大概摩后居之友能知道 他大概也知道 那么摩后居之友问舍利弗也 所谓无名 原何是无名 谁有此无名 好 所以会这样问 大概应该是他还没有证阿罗汉 或者是他故意问还怎样 那所以他说 因为会这样问是因为他曾经听佛讲 无名 比如说佛讲原起 无名原形形原事阿 比如说 那因为有无名 那所以我们不能得 无名他那所以不能得解脱 那么他听过了 但是他不晓得到底 那这个无名的内涵是什么 因为佛陀有时候说法都是简说而已 就是略说 所以有佛弟子不知道才去问的 那所以他可能听过佛讲 有无名 但是他不晓得 比如说佛陀如果讲无印无我 那没有讲无印是什么 那无印是什么 会这样问 那无名 那怎么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听无名 那因为我们世间人讲的无名 跟佛教讲的无名不一样 世间人讲起无名火 那个则是起称心 那个称心是无名中的一条线而已 有无名发展出来 他不代表无名哦 那所以这个像我们习惯讲 起无名起无名 那个其实是起烦恼的意思 那起贪起称 只要是起称 那其实 其实你就算不起烦恼 你还是有无名 为什么 你有我见就有无名啊 你非想非非想的人 也不起烦恼啊 但是他有没有无名 他有啊 他有无名啊 他一样是有无名的啊 他也不起贪 也不起称啊 他玉贪色贪都扶住了 他顶多只有无色贪而已啊 他也没有称啊 他都扶住了 他也不执着这个世间 但是他仍然有无名 还是有无名的啊 所以 无名这个词 跟一般我们社会 所知道的无名 跟一般佛教所知道的无名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讲 起无名起无名 这我们习惯说的啦 其实我们就在无名当中 我们不用起 我们就在里面啊 是不是 起就是你本来没有后来生起嘛 你本来没有无名 现在生起无名 叫做起无名嘛 我们没有离开过无名啊 怎么起无名 如果你仔细看是这样 我们从来没离开过无名 我们怎么起无名 那当然也可以讲啦 你本来就在无名中 但是 这个无名显现出来 其实你本来就在无名里面啊 所以我们说的起无名就是起承认心啊 只是这样啊 所以 这个跟世间的说法不太一样 好 那现在来看 所谓无名 云何是无名 什么是无名 然后第二个 谁有此无名 实在里佛就回答说 无名就是无知啊 不知 不明白 其实简单的白话讲 就是不明白 那不知者是无明 就是不知道不明白 那我们说的就是不如实知啊 你知道的是错的 那个也是不知哦 你所明白的道理不对 那个也不是 那个也是无名 你虽然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是错的 那还是不知 所以 如果仔细来讲 那都不如实知啊 就前面说的不如实知 就是无名 那何所不知 那不知道什么 你看 他说 那不知道 就是无名 那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色受想行事 无常 所以 为色无常 色无常 如实不知 不如实知啊 你也许知道色 但是不知道色是无常 就是不如实而知 色磨灭法 色磨灭法 如实不知 磨灭法就是 变化 变异啊 就是前面讲的 这个 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变异法 其实就是磨灭法 它会变异 那这里是用磨灭 其实它就是前面的变异法 所以 它说色无常不如实知 色磨灭法 色磨灭法不如实知 就是变异法了 那么色生灭法 色生灭法不如实知 有生有灭 那生灭法也是 它是从两个角度看 就是磨灭跟生灭 那其实都是变异法 受想形式 一样 无常 磨灭 生灭 不如实知 有生有灭 磨灭赤裸 就是你对五运五常 那么无我这个观念 不如实知 你就是无明 所以 无明 无明就是我见 谈爱就是我爱 那么以这个为根本 才有生死的 所以 把一切推到最根本 就是无明 那无明其实就是 不知 不知无我 不知色受想形式 是无常 是无我的 那么 那么所以 魔后居之罗 于此 无受晕 如实不知 就是 无受晕 就是我们对身心的直取 你不知道 那不见 无 无间等 那 于暗 不明 是明 无明 那么无间等 基本上 有时候叫做正观 就是如实观 如实正观 那你没有办法 如实的知道 有时候叫做现观 就是这个无间等 就是你没有现观 你没有如实正观 那 于暗 不明 于痴 无明 黑暗 那么 这个叫做无明 那么简单讲就是 你不知道 无运 无常无我 这个就是无明 所以 谁有此无明 凡是不知道的 都有这个无明 他因为他第二个问题是 那 那 什么是无明 那谁有这个无明 只要是凡夫 都有无明 那么甚至来讲 圣者里面 出国 二国 三国 虽然知道 但是 他仍然有 维系的无明 其实是这样 因为他断了身见 但是巨生我见还没断 只是断分别我见 所以 他仍然有 比较细的无明 所以阿罗汉才会断什么 五上分解 色滩 无色滩 掉举 慢 无明 指的就是 这个 就是最维系的 深系的这个我见 他知 但是还没有完全 如实知 但是他 基本上已经断了身见 所以 你会前面讲断身见 那个是我见 后面的那个是无明 阿罗汉断的是无明 那 所以 你只要 不如实知 那 没有如实正观 如实知 如实见 这个 无运 无常 无我 那么 这个 就是 只要 谁 有这样的直取 那么 谁就有无明 所以他就 成就 此者 明有无明 那又问舍利佛 所谓明者 何谓为明 谁又此明 那有无明就有明 但其实无明就是明的反过来想而已 舍利佛言 摩托之后 所谓明者是知 因为无明就是无知 所谓明就是知 知者 视明为明 就明白 知道 又问何所知 知道什么 知道色无常 是磨灭法 是生灭法 受想行事 是无常 是磨灭法 是生灭法 你如实知 如实见 所以 他讲 于此 无受 如实知 见 明 觉 会 无间等 就是现观 那这个都是智慧的名词 像这里讲 见 知 见 明 觉 会 跟无间等 就是现观 有时候还有一个人 那 智 智也是 这里有时候翻会 有时候翻智 或者是观 正见正知 正观正思维 如实观 如实知 如实见 如实知见 如实思维 全部都是指 这个名 都是指这个会 所以 我们有时候叫做 无名相应 处 名相应处 是跟你如实思维 如实观察 而知的 还是你不如实观察 而知的 那你的反应 是依如实思维 如实观察 如实知 如实见而来的 还是不如实知 不如实见而来的 就是跟无名相应的 还是跟名相应的 跟烦恼相应的 跟智慧相应的 跟我见相应的 还是跟离我见相应的 那么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这个叫做名 成就此法 是名 成就此法 是名 有名 就是拥有这个名 那 有名是跟无名 没有这个名 就是无知 不知 有名就是知 如实知 所以无名 有名 那一般我们不这么讲 一般就是无名跟名 那这里是从无跟有里面来讲 就变成无名有名 好 四二正是各文所说 辗转随喜 重做而起 各还本出 好 那这个是三十九经 那重点在说 无名到底是什么 那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 不如实知无我 好 那么来看第四十经 那四十经 其实跟三十九经是一样的 甚至四十一经也一样 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都是在问什么是名 什么是无名 三九四十四十一都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差别在哪里 那第四十经 一样 前面都一样 那 那巨师罗跟舍利佛都在灵鳩山 那么巨师罗 那么 那么 那巨师下午从禅定起来就去问舍利佛 那问舍利佛说 问这个巨师罗问舍利佛讲 那想要问 想要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你 你有没有时间 帮我说明一下 舍利佛就说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 如果我了解 我知道我就跟你讲 那巨师罗就问 什么叫做无名 谁有此无名 一样 舍利佛就说无名者就不知 不知者是无名 那什么不知 就后面这些就是差别 就是我们跟前面的 前面的三六三七三八 就是这个舍利佛跟 跟这个 苏鲁纳 那么的问 那么好像也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多加了什么 我们来看 这个前面 那么 这个四十经 多加了这个 舍 舍己舍灭道基 舍灭道基 有没有 看起来是不是都一样 就是说 前面三六三七三八 那么三六跟三七的差别 就是这里 这个三九跟四十的差别 你看 它都多加了什么 那么 余舍不如时之 舍己舍灭 舍灭道基不如时之 那么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无名 其他都一样 那这个很可能就是 有没有 有没有刚好都这么巧的 我相信没有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大家在编排的时候 那么这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这个就是当时 大家设结局的 一种不是 是后来部派 在结局的时候 那么他认为 应该有这三种差别 就把这 前面的差别 也放到后面 或是说 他认为要做 这三种的分别 所以同一部经里面 可能 同样都做这三种的 甚至说 五蕴 像我们再往前看 五蕴相应跟六处相应 前面的大概都一样 就是把五蕴换成六处而已 换成十二处而已 那这一些很明显都是 应该是部派当时 那大家设编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像这种 前面 舍利佛跟苏鲁那 跟舍利佛跟摩托居持龙 虽然问的问题不一样 但是 里面的架构内容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很明显 就是可能就是部派 那他们的一个编排 因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常用具 常用的 或是常用的一种模式 好 我们能底下看 所以这个也是 那么 苦极灭道 就是 于这个色色响形是 色极色灭色灭道极 色色极色灭色灭道极 就是苦极灭道 不如时之 这个是无明 这个是无明 那么 于此无受因 一样 后面都一样 如时 知 见 明 觉 会 无间等 无间等 一般有时候翻作县官 那么 世明为明 这个都是智慧的一个名词 或是 成就辞法者 世明有明 那大家看四十一经 那我们要把这些经 对照起来看 那么看它的差别 那它为什么要这样编 它有它的用意 它的用意在哪里 那因为这很明显的是一部经 不是三部经 就是 他们曾经有做过这样的对话 那么 但是这种对话 不会发生三次 那每一次前面都一样 只是它中间 这个 总后居之楼问的都一样 中间有一些变化 那舍利弗 讲的一样 那中间又差一些变化 不会这样 照常理讲 不会这样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有过这么一部经 但是它记忆的不一样 那 而且 三种变化可能 就是不太可能说 舍利弗跟 舍利弗跟 居吃楼 魔后居吃楼 以及舍利弗跟苏如那 那么 讲的这个三次的变化 三次都是 有这样的变化 那个也不太可能 好 但是 我们说 它这样编排 都有它的用意 都有它的用意 好 来看四十一经 那四十一经一样 我们说跟前面一样 那中间差在哪里呢 就差在 极灭 苦极灭道 然后苦极灭 未换离 不如死之 就差在这里 那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苦极灭道 这个道 以未换离来说 那你由于不知 不知这个苦极灭道 第一个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三经 就是把 把这个 把这个前面的三六三七三八 到三九四十四一 但是这三九四十四一是摩基斯罗的 三六三七三八是这个苏如那的 那这两这两这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经 那这两部经 那基本上架构都一样 都分成三经 一部经都分成三经 那那每一部经 每一部经里面 它都是 第一个讲无我 第二个讲无我的苦极灭道 从苦极灭道 第二个 第三个从苦极灭 未换离 来讲 那 那只是三十六 跟 跟这个苏如那讲的 那 跟 摩基斯罗讲的 不太一样 那 跟苏如那讲的 只是说 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够得解脱 那 跟基斯罗讲的 摩基斯罗讲的是 人 无明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去除无明 这是 怎么得解脱 跟怎么去除无明 是一样的道理 你去除无明才能得解脱 那无明就是不知无我 所以它就回到五义里面这边来讲 其实 不能解脱 那 就是 你会有苦 这个是最后的 无明 因为 缘起的最初是无明 最后是什么 是苦 其实是这样 如果我们从这六部经 其实这两部经来看 就差别就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稍微 它其他的都一样 其他的都一样 就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说 它为什么这么编排 可能是有它的一些道理 好 那这个是 三六 三七 三八 然后三九 四十 四一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愿以后 和声 你看着 这种 呢 我等于众生